那大概是50公尺高 那它刚好这个设计的一个角度 是可以眺望整个基隆市区跟港口 甚至可以看到基隆港的港嘴 总统蔡英文视察即将完工的基隆塔 听导览边听边点头 基隆塔是市长林佑昌推动 市长候选人蔡世英争取经费合作完成 蔡英文期许这座建筑 能够和101一样成为新的地标 那么基隆是一个山城也是一个港都 那么这座基隆塔将会把基隆的山海还有城都串联在一起 未来坐轮船游轮来的国际旅客 一来到基隆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地标 下船以后还可以直接步行到这里 搭电梯到山丘上 跳往整个基隆港 以及整座山城 那么刚刚我们一起在观景台上体验过 景色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那么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美丽 那么不仅是景色壮观 这座基隆塔的外观也很壮阔 刚刚市应委员也提到 它是以侨氏起重机的外形做设计 真的很有基隆港都的特色 未来这项建设将成为台湾的重要的地标 那么国际旅客来玩 不只会记得台北有一座101大楼 那么心中也会烙印着这一座基隆塔 那由学生来提案 然后市民票选出上山电梯的这个构想 所以今天的这个基隆塔地标速梯 是从民众的想象发展出来的 这是跟过去在其他县市的经验 很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在防空洞里面 对这是在防空洞里面 我们办那个策展 然后让民众来选 这个旁边都是民宅 可是要做这么大的一个结构 说实在是在工程技术上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发想 就跟我们整个市港的一个设计 是串联在一起的 所以它并不会跟其他的一个归舍有违和 因为当初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一起把它做一个构思 形成整个基隆市的新的城市意象 也打造新的城市品牌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应该就是规划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得到 基隆市政府不但有好的规划能力 而且确实也执行了这个案子 如今已经接近完工的时候 那未来就是等等营运跟启用 那代表的就是刚才市长提到的 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很务实的做许多 相关的城市改造的运动 那这一个地标树梯其实它的一个造型 就像一个起重机的或者乔斯机的感觉 就是基隆做一个海港城市 特有的一个造型 总统蔡英文对于基隆塔建设相当满意 也期盼蔡世英能够接棒市长林又昌 基隆特殊的战略位置 让这里留下了不一样的历史文化 那我也谢谢我们邮昌市长所带领的基隆队 还蔡世英委员的协助 再加上市民朋友的团结努力 带领这座城市升级转型 让世界看到我们基隆的文化 跟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美好 以邮昌市长跟世英委员的用心和努力 相信到年底之前 基隆还有多项的建设 入学完工以及持续进步 我们希望未来接棒基隆市的市长 是一位熟悉我们基隆市政 与中央团结合作 让基隆进步不间断 能够延续这座城市光荣的一位市长 当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台湾 不论在观光或是在国防上 基隆都会是一座关键的城市 我们希望未来中央地方能够持续的吸手努力 全力来建设我们的基隆 也带给世界一个更好的一个基隆 蔡英文亲自搭乘树梯 登上中正公园竹谱 欣赏基隆无敌的海景 用行动证明自己最力挺基隆的建设之外 更期盼基隆塔成为台湾重要的新地标 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基隆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